老杨到处说 欢迎大家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点赞和留言 欢迎大家继续的打赏网 支持我们的节目 又到了老杨说故事的环节 今天老杨说的故事 还是小林作家写了一篇小说 题目叫做世嫁的女人 嫁了四次的女人 话说有位女子 年轻人大学毕业不久 她名字叫棋燕红 整棋的棋 鲜燕的燕红色的红 那个年代的名字都这么起 她啥都好 她什么都好 人也长得俊俏 就是不能够当面 说她妈的名字 不是骂娘的 就不能够当面提母亲 或她母亲的名字 这个棋燕红 一提到母亲俩字 脸色的灯石变得很难看 一副想要骂人打架的样子 她说 那个女人已经结四次婚了 也许还要结第五次第六次 谁知道由她去吧 也不怕你笑话 她嫁的那些老男人 个个都不比爷爷的数年岁小 呸呸呸 想起来就恶心 你不用尊敬她 这个女人也不配 你把她当成路人 我没有梁甲 如果不是因为小弟弟还在 我这辈子也不会回去 这些话又是对谁说的 对齐燕红的男朋友 余志勇说的 余志勇是厚道的孩子 他说 他毕竟是你妈 一个人带着你瘫痪的弟弟 恐怕日子也不好过 齐燕红说 日子不好过 就没完没了的嫁人了吗 别人怎么都没有像他那样 他就是个贱人 真不要个脸 齐燕红继续的欠 余志勇继续的欠齐燕红 所以一提起他 你就气得什么狠话都敢说 生怕那句话不是刀子 从上大学到参加工作 你有七年没回家了 你难道就不想你妈妈和弟弟吗 齐燕红眼里闪着泪话说 我想小弟了 就是不想他 想起那女人身上起鸡皮疙瘩 要不是咱俩要结婚这件事 我才不回去呢 余志勇跟齐燕红准备结婚 结婚之前 在余志勇的坚持之下 他们要回趟老家 去看看长辈 好了 火车就都咣当咣当的 开进了故乡小县城的车站 两人走出了站台 只见母亲 邓等在出站口 齐燕红走了过去 表情严肃 美好生气的说 他叫 余志勇 我们下个月结婚 回来告诉你一声 再说我也想小弟了 我们俩在网上找定了宾馆 只待一天 明天就回天津 我估计这个地方离天津 应该也不远 母亲点点头 轻声的说 就住一天吗 你弟弟也很想你 多住两天 多好啊 你弟弟天天盼着你回来 我这就回去把你弟弟背过来 来看你们 余志勇说 您不要着急 天好像要下雨 你怎么能背动一个大小伙子呢 还是我去吧 没买两轮椅吗 母亲不好意思的说 没有买轮椅 以前求人坐了两木头车子 一直用着 上下楼都是我背着 这些年背惯了 不碍事 齐彦宏和余志勇住进了宾馆 不多会儿 母亲背着小弟来了 余志勇一看惊诧不已 原来名字叫小弟 而这个小弟是个大个子 虽然比较消瘦 但牧师体重 足有一百五十斤 母亲长得瘦小 背上背了一个一米八多的大汉 从门外走进来 她用手扶着墙壁 一步一步的挠动着 脚步盘伞 脸上满是汗水 齐彦宏看见了 有点生气的说 你怎么不用车推上来呢 这宾馆是有电梯的 母亲吃力的放下儿子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说 咱家那辆木头车 人家保安不让进 我求的半天 才让他锁在了门口了 干嘛要破木板车呀 都什么时代了 城里谁还用木板车推人呢 我一会儿就去给小弟买轮离去 齐彦宏大声的鹤彻的 母亲听着齐彦宏在训彻自己 尴尬的瞧了一眼 刚见面的闺女的女婿 悄悄的背过身来 抹掉眼角挂的泪水 余志勇有点看不下去 把齐彦宏叫到走廊里说 是他工你读了四年的大学 毕业两年工作不稳定 他还越越给你寄去生活会 从没耽误过一天 七年没见面 你怎么倒向 是他欠了你这么多年的情事 齐彦宏说 我就是烦他 丢人现眼 看见他就生气 走进房间 小弟用不清楚的语气喊 姐姐想你 齐彦宏抱着可怜的小弟 痛哭不止 他马上打开行李箱 把给小弟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礼物都拿出来 姐弟俩说起小时候的事 一会哭一会笑 可是这习彦宏一件礼物也没给母亲买 母亲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瘦弱的身材在灯的暗影中 显得更加的渺小 还没有放在旁边的旅行箱 那么的显眼 余志勇说 阿姨 我和燕红下个月回我老家济南结婚 我父母邀请你和小弟去见个面 参加婚礼 母亲听见志勇跟自己说话 先生弄了一下 然后轻轻的点头说 日子定下来了 好啊 俺和你弟就不去了 谢谢你的父母 说着话 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手表 递给了志勇说 俺不会买东西 你别嫌弃 第一次回来 这是一点心意 母亲又拿了个手包说 俺也出不了门 不能去见亲家母 这个帮俺带回去 也不知道你妈妈喜欢 和不喜欢 母亲来到齐燕红面前 有点怯生生的说 红儿 妈连一床 对付都没有给你准备 姑娘出嫁 娘家再穷 也有几样东西压床 这一万块钱 是妈给你的嫁妆 这钱干干净净 是妈这几年摆地摊 攒下来的 俺女儿长大了 有自己的家了 你爹要是活着 不知道多高兴 母亲哭着 给齐燕红跪下 这红啊 妈妈对不起你啊 妈妈名声不好 让你受了委屈 妈妈也没办法呀 你爸治病借人家那么多钱 防止被他们收走了 妈也下岗了 妈妈要拉扯你地 要供你读书 妈也想卖血卖肾 都找不到门路啊 母亲跪在地上 气不成声 齐燕红扭过头 看也不看 也不去参扶母亲 宇志勇赶紧扶起他 劝了几句话 还是希望他能去 济兰参加婚礼 母亲抹了把眼泪说 孩儿啊 谢谢你 你必出门不方便 再说 俺已经嫁过世家了 说起来不好听 按照老的风俗 俺不能参加婚礼 对新人不吉利 俺也把你洗糖了 还有大红的喜字 到了日子 俺和你弟吃喜糖 贴喜字 天色不早了 母亲要和小弟回去 宇志勇说 让我来背弟弟下楼吧 走过来一死劲 根本就没有办法背起来 母亲连忙摆手说 不行不行啊 别累坏腰腿 病人瞒压身子了 闹不好伤腰腿 跟背一百多斤的物件不一样 母亲走了过去 一大肩膀 直接就把小弟背在背上 只见母亲脸色长红 身体摇晃了几下 她用手扶一把墙 朝志勇笑了一笑 慢慢的走出了门 宇志勇自言自语道 我二十八岁 一米八零 还定期去健身 都没背得动你的弟弟 你母亲才一米六的个子 这些人拉扯你弟弟 真不容易啊 岩霸 小伙子眼眶里滚中的泪花 宇志勇后来想起什么 就问齐彦宏 从见面到分别 我没听你邀请过 你母亲参加婚礼 也没听你叫过一声妈 齐彦宏说 何止是这几个小时 我七年都没叫他一声妈 也许再也喊不出口了 宇志勇摇头说 真没想到你的心这么硬 这不是青春显酷 而是没有人性 外面下起了暴雨 宇志勇走出宾馆 一个人朝车站 走去 齐彦宏跟着跑出了宾馆 只见母亲拖动一辆老旧的小木车 在雨中慢慢的行进 小弟身上披着雨 母亲淋在大雨里 头花依旧压着依旧 粘在脸上 伴着小木车 嘶嘎嘶嘎的声音 瘦小的母亲 一步步艰难 挠动着脚步 齐彦宏的眼泪再也抑止不住 他不顾一切的憧憬大雨里 而这个时候天上闪电伴着雷声 齐彦宏不停的喊 但是没有人能听得清 他在喊什么 暴雨越下越大了 外面的人脸颊都湿了 再也分不清哪是雨水 哪是泪水 故事到这儿就结束 第一 小林小说版前所有 为者必揪 文章内容为艺术创作 切勿模仿 尤其不能模仿 齐彦宏 第二 共产党打尖下 说是要让普天下劳动人民得解放 但到现在还在流行低端人口这么一说 齐彦宏的母亲和他们家的故事 都不属于高端人口的范畴 是属于低端人口的故事 这些人即便是脱贫了 但能然会被人家视之为低端 第三 母亲四次嫁人 屠的不是自己快活 屠的是给瘫痪的弟弟 上学的齐彦宏 一个最基本的生存权和教育权 读了大学 找了工作 齐彦宏就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只要他不愿意躺平 就可以努力打拼 找到自己新的人生的际遇 第四 母亲的形象是伟大的 忍辱负重也许是中国女人的宿命 母亲认命 但齐彦宏打心灵 你看不起母亲 这样的女人 这样的齐彦宏 虽然不一定很多 但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意义 第五 于志勇对齐彦宏说了那么一句话 真没想到你的心这么硬 这不是青春显酷 而是没有人性 可见这孩子 还是分得清 似乎真假 第六 齐彦宏 于志勇离开了齐彦宏 走向车站 我们看到了他的决定 齐彦宏最后不停的喊 他究竟喊什么 我们亲爱的观众 大家可以续向自己想象中的答案 这里要告诫一声 少和不懂感恩 缺少人性的交往 因为这样的人 今天的社会还很多 很多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